我当然知道越南小汤圆的存在了 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越南小汤圆是在超话里面 哈喽,越南小汤圆是在超话里面 我叫西瓜,然后在中国古典的城市 其实一直都是知道越南小汤圆很大 新疆的大汤圆 哈喽,越南的大家你们好 这是来自中国的小汤圆的温侯 其实一直知道越南小汤圆的存在 因为在远隔广大的海外粉丝群体中 越南小汤圆应该是在中国内地粉丝群体里 存在感最高的一群海外粉丝了 哈喽,越南小汤圆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广东的小汤圆 很高兴远隔有了更多的小汤圆 还记得第一次知道越南小汤圆的时候 是在2015年看到你们的生日姻缘 大家好,我是天津小汤圆 我知道越南小汤圆的存在 大家好,我是隔壁的泰国小汤圆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回答了 我就知道远远有越南的粉丝 而且他们真的超级多 都是可爱努力,中文又好的小汤圆 我是和圆哥差四天的天蝎公爵 然后站子里嘛,大家都叫我Jana 然后我来自天津耿都哦 欢迎你们来中国看圆哥 欢迎你们来天津玩 大家一起 哈喽哈喽喽 什么鬼,我到底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 让他回答一下几个问题咯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知道越南小汤圆的存在啦 因为都是我们人美心善的小汤圆 有时候就看到别的小汤圆 破除他们和越南小汤圆的对话 后来就是有一次在拼单群里面 认识了一个小汤圆 我觉得越南小汤圆的中文真的都非常厉害 特别是中文说的贼6 嗯,然后最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 那个工艺真的非常的棒 真的很厉害 然后在我印象我们最深刻的一个就是 在圆哥16岁生日的时候 越南中原刺证 人员传经历 在越南有8个省份 11个地区 以王源的名义是做工艺的 我觉得呢 就是觉得非常的 就是很神奇吧 然后就觉得我们的真的是很有魔力耶 就哪怕不在以后 活动在身上不会有魔力耶 我会觉得非常美好 印象中的越南小汤圆 应该是一群 喜欢王源的心思 好不属我们中国小汤圆 虽然语言不同 但依然不一为王源做各种姻缘的 非常可爱的人 很难 666 越南粉丝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是每一次王源有新作品 无论是音乐还是电视节目 越南粉丝都会在第一时间 将它翻译成越南语放商网站 速度可能快过很多中国的网站 第二件事情是 无论三周年还是四周年的演唱会 我都在中国不同城市 见到了越南粉丝的身影 非常厉害啊 大老远的飞来 就是为了给王源支持 赞 在袁哥胜自己江花的笑容 带给每一位女生 自己穿越温暖的想法 让人感觉越南小汤圆的心理 也必定如同袁哥一般 穿着小太阳吧 在后来越来越多的日子里 最令人印象深刻 也就是你们的公益应援 从江花的笑容 带给每一位女生的老兴活动 到绿晋名公益计划 你们给予了温暖 传地的上扬 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们 哈喽 哈喽越南的小汤圆 大家好 我是中国的小汤圆 之前有个姐姐她问我 就是对越南的小汤圆有什么印象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你们毕竟是跨国度的 就是喜欢圆圆嘛 然后就是大家能一起喜欢圆圆 然后因为之前我在越南留学的时候 然后参加 也参加了你们的姻缘 我们去老人院 看了老人 然后去过院 照顾了孩子 还去西湖边一起捡了垃圾 所以我就是你们做的公益 我就是 我也很感动 在我印象中 越南小汤圆是一种大眼睛的漂亮姑娘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们发的微博都特别走心 我就认识了一位姐姐 中文真的超级超级好 越南粉丝真的很努力很厉害 每年都会给圆圆做生日应援 还有他们的画画特别好看 影显最深刻的可能就是给圆圆做生日应援了 那么你们好啊 我是来自四川的小汤圆 一直都知道海外有很多喜欢圆哥的小汤圆 当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但也知道一些公益啊 一些应援类的项目 然后喜欢王园的人 应该都是内心柔软 善良的人吧 在我的印象里 天下汤圆一家亲嘛 印象最深的 应该是你们去年 做的生日视频吧 然后就是今年做的公益应援啦 两次结束呦 一起努力 要一直喜欢圆圆哦 就希望以后我们可以继续一起喜欢哥哥吧 一起为他加油 保护我们的小王子 爱你们 然后之后的话 我就希望我们能一起好好的保护这个孩子 然后一起爱这个孩子 然后我们就一起走下去 然后我希望的话是 在未来你们可以跟国内小汤圆一起 继续支持王园 好 谢谢你们 拜拜 最后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希望我们能在圆哥的带领下成为更加优秀的 陪着圆哥一起走向人生的巅峰 维爱王园不只是说说而已 维爱王园不只是说说而已 希望未来王园 希望我们一直都在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一起喜欢圆哥 一起继续为圆哥造数据 然后一起为公益加油 谢谢你们在海外还这么努力 在圆哥 在圆 不能经常看见圆哥的情况下 就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 然后我想对你们说 圆哥是我的 由我护着哟 然后就是想跟你们说 你们每天其实圆哥更搏的时候在云圆哥 那也是挺辛苦的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们剪掉也可以 就是希望你们像圆哥一样 继续努力向上 所有志青年 天龙哥今年17岁了 希望在他27、37岁的时候 依然能够有越南的你们的陪伴 到时候继续在这里 我们继续他庆祝生日哦 也希望越南的大家 可以多多和我们中国的小汤圆群体互动 多来中国 多来看看天龙哥 也让他看到你们的支持 让我们一起祝网园 11月8号 17岁 生日快乐 666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